大家好,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如何在iPhone设置铃声 首先需要用iPhone的屏幕录制 来录制一段从任何影音网站看到的歌曲 就比如说,这个是我刚刚从YouTube上录制的MV歌曲 但是要注意录制屏幕的时候 记得将麦克风设置为关闭 不然连杂音也会录制进去了 现在我先将这个屏幕录制好的歌曲放在照片里头 接下来我们先打开快捷指令APP 如果还没安装,你可以先到App Store上安装 快捷指令的英文名称叫Shortcuts 它是苹果官方的APP 完成安装后,打开快捷指令APP 选择所有快捷指令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加号键 点击这里,打开设置选项 选择重新命名 然后命名为提取音频 点完成 现在点击下方的I按键 在在共享表单中显示 这个选项设置为启用 现在点击添加操作 选择媒体 然后找到并点击编码媒体 这个就是了,点击它 然后点击这里,打开设置选项 在击音频设置为启用 现在点击下方的X键 关闭媒体 点击下方的搜索APP和操作 然后点击文稿 找到存储文件 这个就是了,点击它 请按着文件打开选项 选择编码后的媒体 点击这里,打开设置选项 确定询问存储位置已经启用 这样就完成设置一个 提取音频的快捷指令了 最后,点击右上方的完成 先退出快捷指令APP 对了,如果还没安装酷乐队APP 记得先到App Store上安装一下 如果是英文版的App Store 就搜索Garrett Band 也就是酷乐队APP的英文名称 这个就是了,它也是Apple官方的APP 我先前也已经安装好了 现在回到照片 打开刚才录制好的MB歌曲 就是这个了 点击左下方的分享按键 然后往下滑 在这里就会看到 刚才我们添加的提取音频选项了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选项的话 尝试从后台 将照片和快捷指令APP彻底退出掉 然后重新打开照片 和快捷指令APP 如果还是看不到 可以尝试重启iPhone 现在让我们来点击提取音频 你会看到 它这里已经选择iOS版酷乐队了 接下来只需点击右上方的打开 这里出现一个小勾勾 就证明已经成功保存了 现在回到主页面 打开已安装好的酷乐队APP 点开它 点击右上方的添加录音 点击这个按键更改录音版面 然后点击右上方最旁边的加号键 点击章节A 将这个设置关闭 然后这里调到15 最后点击完成 这样就会看到30秒的时间线了 点击这个 马上就会看到刚才提取的音频了 紧按着它不放 然后就会将它带入到刚才的录音界面了 将它摆好在时间线里 你可以在这里 切割你要用来作为铃声的部分 重复一下iPhone只允许最长30秒的铃声 点击这个设置 这里可以调整音量 完成所有设置后 点击这里 选择我的乐曲 这样就成功保存了 现在紧按着我的乐器 直到选项弹出 然后选择共享 选择电话铃声 然后在这里为你的铃声 建立一个名字 完成后 点击右上方导出 选择将声音用作 选择标准电话铃声 这样就搞定了 现在打开设置 这个 选择声音和触感 在电话铃声 这里就会看到刚才设置的铃声了 点进去 如果想要删除这个铃声 只需要在该铃声那行往左滑 删除键就会出现了 点删除就可以了 OK 快捷指令 只需要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以后 只需要进行屏幕录制那个歌曲 然后提出音频 再跟着刚才的步骤来做 就可以了 说真的 iPhone设置铃声 真的有够麻烦的 最后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 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哦